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最近发布的影像旗舰小米13 Ultr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入手,拿来拍拍拍呢 不过,Tiger注意到,有些机主好像笑不出来 他们发现,自己的手机摄像头出现了起屋的现象 不过,这并不是13 Ultra的专利 其他宣称自己有IP68防尘防水等级的机器 也出现过这种现象 比如说这位OPPO Find X6 Pro用户 还有一位iPhone X4 Pro用户 如果用它来拍照,就是这个效果 属于是自带雾天滤镜 以上几款机型都支持IP68级别的防尘防水 难道说,他们的防水功能都是假的 但是,Tiger告诉你,罪魁祸首可能正是IP68 在解释这一现象之前,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IP68 简单来说,IP后面的数字越大,亲密性就越强 6代表的是手机的防尘等级 8代表的是手机的防水等级 例如,当防尘级别达到6时,能防止细密粉尘进入手机内部 防水等级达到8时,能使手机耐受持续浸泡 具体一点,就是可以在超过1米深的水下,停留30分钟 以此类推,理论上来说,IP54级别的手机可以防坡件 IP67级别的手机,不小心掉到水里,即使捞上来也没事 IP68级别的手机气密性最强,你可以掉玩意再捞 如果跟你一起钓鱼的是热手,别捞手机了,先戴上头盔 这些也是手机产品线上最常见的防尘防水等级 但是,即使是IP68级别的手机,其内部也不是完全没有空气经过的 先说生产,生产手机的无尘车间内,为了防止静电 以及让工人感觉舒适,通常都会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 那么,在组装手机的时候,这些空气中含有的水分 也难免会进入手机镜头内 有些手机厂商为了保证气力性,会在出厂前来个抽真空的操作 避免这些问题 但是,极端情况下,手机还是会起水雾 这就要说说第二种情况了 当我们拿到手机后,一些操作也会改变手机内部的空气 比如,把手机SIM卡拖出后,内部的空气也是有变化的 你换个SIM卡总不会专门跑到干燥环境吧 这会儿,带有微量水气的空气,就进去手机里了 但是呢,也不用太过担心 一般情况下,这些极其微量的水分并不会影响手机的正常运作 基本上,只有特殊情况,才会让这些水分显现出来 例如,温度急剧变化,加热机身内部的空气 然后,水分遇到温度较低的摄像头玻璃时 就会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造成摄像头内部玻璃起雾 注意,是摄像头的玻璃起雾了 水气也不会进到传感器和镜头组里头 Tiger带大家重温初中物理之身 在其一明确的机主反馈里 Tiger也找到了支持这一理论的依据 比如说,这位X6 Pro用户曾经把热手放在镜头模组上 以及这位用户的朋友,在录像模式下 把手机伸出车窗外 录像模式手机发热,加车窗外空气流动 造成内部空气与摄像头玻璃的温度差 也会让镜头起雾 至于它自己的小米13,为什么没有起雾? 一种可能的推测是 小米13摄像头内部封闭空间较小 因此水气总量也比较小 即使起雾也很轻微,难以被察觉 这个理论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小米13Altra和OPPO Find X5 或起雾的位置都是在MX989主摄上 因为此处空枪最大,储存的空气最多 看来传感器太大也是一种烦恼 如果你的摄像头也有起雾的问题 万能的网友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例如,可以把手机的SIM卡槽取下 使得机身内外空气有所流通 然后放进密闭容器内 加入一包干燥剂别拆 平时吃零食剩下的干燥剂派上用场了 但是,这种方法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你换个SIM卡就还是会出现 另外,Tiger必须要说明一下 这种因为温度差而凝结起雾 与手机浸水造成的摄像头水珠 有本质上的区别 例如这位,水珠明显比达很多 这位苹果用户的摄像头 堪比水连动 还有给手机喷了除胶剂的勇士 修机师傅看了都发愁 还有一点,不要轻易测试IP68手机的防水性了 它只是一种应急措施 这就要从手机实现IP68的原理说起 手机上最常见的防水措施 就是防水胶条和密封圈 SIM卡槽上通常也会带有防尘防水胶圈 因此,前面Tiger会让大家取出卡槽 再进行除湿 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气密性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防水胶条和密封圈老化 必然会降低期防水措施的可靠性 要知道,就连某一上的买家 也会用气密性来标榜自己手机的成色 另外,手机也会通过滤网来实现听筒 扬声器、充电口、耳机接口等部分的防水性能 它的原理是,滤网孔径小于水分子团 以此阻挡水流进入 但是,水蒸汽颗粒叫响,仍然有概率通过滤网 进入手机内部 空气湿度较大时,其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例如蒸汽腾腾的浴室里 Tiger就曾经试过,在洗澡的时候用手机播放音乐 结果听着听着,扬声器的声音都变了 所以,尽量不要把手机带进浴室 特别是在你洗澡的时候 今天Tiger想说的就这么多 那么问题来了 你有没有遇到过镜头起舞的现象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